德國今年那個比賽 就是11月30號在德國的一個比賽 而特地搞了一場 就是為了練兵的一場 這個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呢 就是得到了中國音樂宣佛老師 還有我們管生系的這個 學科主任 劉佩洛老師 還有就是我們學科主任 也是譚老師 各個老師很多的幫助 所以才把這個音樂會促成 還有很多這個 這個聖德文老師 很多老師幫助我們 把這個促成的 那我今天呢大概說介紹一下 今天一共有這個學生呢 一共有四個學生 首先呢兩個學生 第一個學生呢是宅航 宅航是大學那個 中央英宣大學的那個二年級學生 然後還有一個新輩 還沒過來吧 新輩呢是那個 中央英宣服務中的二年級學生 初三 初三 然後還有一個楊赫 是今天那個 中央英宣大學的一年級學生 還有一個就是叫張洞嬌 是中央英宣服務中的 是高二的學生 那今天我把這曲目 對不起 那曲目那個沒那麼明白 曲目我給你們 大家念一下 大概有個曲目 因為這次比賽呢 就是所有它沒有那個 沒有就是年齡限制 所以是從那個十二歲 或者到三十五歲之間 隨便三十五歲以下 都可以來大家講比賽 那我把曲目念一下 就是第一個呢 是米歇克第二作品曲 三個月章 第二個曲子 是波特希尼的塔倫泰拉舞曲 第三個就是為這次比賽 特意的創作 就是別人創作的 剛拿到這個過程 大概也就不到一個月 叫馬圖斯的那個 伴奏的一個曲 完了之後呢 就是楊柯的那個 是米歇克第二作品曲的第三十六 第三十六號三個月章 張夢嬌的 米歇克第四十三個月章 新味的米歇克第十六 兩個月章 最後是張夢嬌 和波特希尼 影子與加福特舞曲 最後是一個楊柯的那個 格連爾的塔倫泰拉舞曲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 能夠多多支持我們世界 來了幾十位學生 主要是本質來學習的 這個中央音樂學院 在我們看來呢 自然我小時候就蒙校了 但是還是一個辦學很有歷史 而且呢 還有很多優秀傳統的一個學校 中國音樂現在相比來呢 就是它的時間短 辦學時間的經驗 各方面都少 所以呢 這種活動 這種互動啊 包括考試啊 將來都應該 從我個人的話 都是覺得應該成為一種 這個慣例 經常要學習 不然封閉的話 這個不利於這個 低音提前事業的發展 我們學校呢 現在也在 這兩個學校 討在所有的老師們 是團結的 我們希望通過這期活動 包括我們十月底的 一個低音提前 國際音樂節 在音樂廳也有一個 舞場音樂會 也希望大家參與 大家團結起來 把這個事情 低音提前事業做 謝謝 樂中吧 有那個 侯老師的一個主辦 在中國音樂圈 中國音樂圈呢 有一個那個 中國第一次的 就是 貝斯的那個 藝術節 所以呢 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 大家都參與一下 或者是會去聽 有很多高水準的音樂會 希望大家 我們總的目的呢 就是說想把低音提前事業呢 能夠把它搞得越來越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好吧 到現在音樂會開始 謝謝 喜歡兩個叫聲音樂會 你可以停止 配關 me 甲 embedded 在課音樂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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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